刚下班连续10天都是太阳高照 当然阳光房里的温度也是很高的 所以我现在要给阳光房里的地菜浇水 用的是血水化了的水 给地浇的水 不浪费一点的能源 充分利用老天赐予我们的一切 左边这块地长出了很多很多的菠菜 看绿绿的叶子都很大了 再往前是芝麻菜没长出来 这边就是冬天沙拉菜也长出来了 右边这块地也是开始是菠菜 长得叶很大了已经 你看看长得非常好 我估计下个月就能吃了 这个也是冬天沙拉菜也长得不错 这块地是我2月26号 种的上海青 你看已经出来了 小苗一个个的 非常健壮 看看我这个小阳光房里 我2月初一种的生菜 看看它怎么样 虽然是现在晚上是零下 但是呢 它们应该长得没问题 也挺湿的 看长得非常好 一点没有问题 早一种就早能吃到菜 所以我就抓紧时间浴种 不在屋里浴种 而是在阳光房里 充分利用阳光房里边的热量和太阳能 因为有很多菜是不怕冷的 再看看我前天一栽的莴笋 看看怎么样 哇 所有的都成火了 一个都没死 成火率真高 我打算下个月开始卖菜了 在我们小区这 这是外边种的所有的菠菜已经出来了 看看 太阳快下山了 赶紧把我仿布盖上吧 因为夜里头还是零下呢 菜菜完会冷的 盖上后备火 今天又布置了一下菜园 用种菜盒子造成了一个长方形的种菜地 中间这块地修地了去年 把上面放上鸡粪 然后弄上塑料布 让它修一点 今年好好的种菜 正在构思这里边的造型 前面这块地 是我去年设计的一块 种花的一块地 非常漂亮 上面盖的是玉米杆 是为了不让长那个杂草 今年也在这种花 看着我的菜园花园非常高兴 今年我的花园菜园 一定要比去年还要漂亮 今年要把菜种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